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开始李云龙就和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 最终因兵力悬殊 李云龙被迫下令撤退 但是骑兵连却被日军的一个骑兵连队咬住 最终全军覆没 仅第一仗 李云龙就损失了约两个连的兵力 接下来的仗也越来越不好打 李云龙和赵刚带着剩余的部队 在新装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结果日军很快就将这里包围 又是一场血战 这一仗之后 跟随李云龙突围的部队 估计只剩下半个连 之后李云龙和赵刚各带一路人马 分散突围 历经千难万险之后 独立团各部终于在进西北 一个叫赵家狱的地方会合 之后 独立团就一直驻扎在了赵家狱 迟到日军山本特工队发动袭击前 李云龙和团部就一直待在赵家狱 那么问题来了 李云龙为何将团部设在赵家狱 这里真的适合长期驻军吗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李云龙为何将独立团团部设在赵家狱 第一 从村里设有赴救会这个组织来看 这里的群众基础应该非常好 有老百姓的支持 独立团就能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 第二 赵家狱的地理位置特殊 一守南宫 这里三面环山 只有一个进出口可以通行 可以说是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只要守住村口 日军的常规部队根本就攻不进来 但是山本特工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善于攀登 赵家狱直诈 山本之所以能够很快拿下赵家狱 就是因为他们从后山攀棉突入的村内 如果不是日军出动了特种部队 赵家狱还是非常安全的 这也正是李云荣将团部设在这里的原因 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赵家狱适合长期驻军吗 赵家狱只有三百多人口 而且大部分青壮年应该都参军了 留在村子里的基本都是老弱富儒 仅凭这些人口 是养活不了一个独立团的 这也正是李云荣将部队主力分散 以连牌为单位 让他们出去自行发展的原因 所以赵家狱是不适合长期驻军的 而留在赵家狱的独立团团部和警卫牌一共加起来 还有九十二人山本偷袭之后 孙明向楚云飞汇报战况时说过 独立团团部和警卫牌阵亡了八十四人 只剩李云荣等八人突围 对赵家狱的三百多人口而言 再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 其实赵家狱也养活不了这么多人 不知道李云荣为什么一直死来在这里不走 莫非是为了秀琴 才厚着脸皮留在这里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全力 ז examples T为了秀琴 对金匈 - wed为了 Ikings T为了秀琴 E 2 Z